那我们看待会儿了 首先我们先来猜个谜语 他是一个男人 不发威就像一只绵羊 你喜欢让他举高高 他是谁呢 他 他就是我爸爸 哇 答对了 那你知道爸爸演出的快乐吗 你想从事 妈妈你看我 我好激动 爸爸还有我开车 那我们妈妈眼中的快乐又是什么呢 妈妈喜欢逛家 他喜欢跟我买白鸡 那你眼中的快乐是什么呢 我眼中的快乐 我想想 我想想 听爸爸谈看动画片 我跟爸爸妈妈听见了 棒棒谈动画片 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 总是来的那么简单 现在